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疯狂往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徐秘浩 会不会有拍Vlog的计划呢 目前的话虽然没有 但是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也希望把我平时的一面 然后通过Vlog展现给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可以把更多有意思的 我平时的一些事情分享给大家 小八你的新歌会有舞蹈吗 可以先透露两个动作吗 因为今天已经发了这个新歌的 就是一小段音乐的部分 然后想必大家也知道 这首歌会有口哨的声音 然后舞蹈里也有一个动作 就是这样 口哨的一个动作 然后这个口哨呢 它会成为一个连接点 然后从头贯穿到尾 一直都会有这样的动作出现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能介绍一下身上佩戴 这些 Tiffany首饰吗 在配饰和服装上搭配有什么心得呢 我今天搭配的是 Tiffany的全新作品 对 梦泽基斯还有TiTru系列 梦泽基斯呢是开启无限的可能 然后TiTru是梦想成真 然后我觉得这次的理念 和我的理念非常的契合 所以非常开心可以收到 Tiffany的邀请 然后来做这次的活动 你心目中 Tiffany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我个人认为它是有着简洁的线条 然后也有很前卫的设计 对 像我刚才说的 它的理念我非常的喜欢 对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喜欢 Tiffany Same Team四周年了 团员们是怎么庆祝的呢 我们在当天四周年 就是到来的那一天晚上 我们有和我们的粉丝开了一个直播 对 然后也是庆祝我们四周年 然后我们私下 其实在昨天晚上 我们有私下聚餐 对 就是我们其实13个人 想聚齐是很难的 对 然后昨天我们聚在一起 然后也吃了一顿饭 不过有一个成员 就是真的是没有时间没有来 因为他有个人的 就是要准备个人的一些东西 所以没有来 但是也有视频 对 上次徐明浩同学说 有机会想尝试引发 想问问小巴什么时候 再染呀 我虽然想 但是呢 至于什么时候 我觉得还是要看机会吧 然后我个人 因为其实没有染发也很久了 希望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再次把引发尝试一下 也希望你们期待 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机会 但总之 我们可以带这个梦想 然后希望这个梦想可以成真啊 Dreams come true 可以说说这次Dreams come true的创作新录过程吗 这首歌是我跟我的制作音乐制作的哥哥 然后一起完成的 然后我把我的想法还有我的ideal都给我的哥哥 然后他为我我们一起创造的这首歌 然后其实这首歌就是梦想成真的含义 然后里面也有很多是我经历过的 然后一些想法 或者是我对我自己想说的 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可以传递更多的能量 给听我歌的人 对 明浩你带过的那个挖里奥挂件都断货了 你到底有多少挖挖相关的东西啊 其实我没有特别的去收藏 但是呢如果说有的时候粉丝会送呀 或者我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偶尔在街上路过 看到有一些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 我可能会顺便买下来 因为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这个挖的这个真好 这个青蛙的这个这个形象 对就降临到我身上 但我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觉得也蛮像我的吧 就非常感谢你们把这个挖都给买断货了 谢谢不同啊 对 informational 感谢观看